男子打赤膊跑出來 手上拿著木棍 表情很生氣 張牙舞爪 原來是對隔壁親戚長輩在叫罵 不過當實地上 還坐著一名幼童 最後阿嬤乾脆抱著金孫 躲回家去 但親戚說他不只鬧這一出 失控行徑讓鄰居不堪其擾 你把館子放在這裡嗎 什麼 在那裡放在這裡嗎 沒有 現在用這個放在這裡 洗的放在這裡 你把它黏著就黏了 就黏著了 老實說沒有要放進去 這個月7號拿三秒 就要灌別人家門鎖 害長輩進不了家門 隔天又在謊報火警 獨居中間透天措的男子 不只跟住隔壁的親戚有過節 就連當地里長也吃過他的虧 這個糾紛 這個是我在鐵紅店 在做志工 他怕我爬來 一直在叫什麼 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直在做志工 因為我腳踏的 我腳踏的 我都用去救我們在這裡 燒爬 你怎麼說的 痛苦了 面對瘋狂 搗亂的晚輩 男子長輩也無可奈何 其他親戚也抱怨 每每報警也都不了了之 你們每次警察來 就叫我們班家 每次警察來 就是縱容他在門口喊一喊 你們警察就走了 警方解釋被害人先前 雖然有報警 但卻因為沒做筆錄 才會無法成案 即使目前已經報案受理了 後續還會再出什麼亂子 依舊讓住附近的親友們 膽戰心驚 靜新委的一清 錄影節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王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 靜好